彰化第三選區立委選戰打得相當激烈 四年前現任立委洪宗毅成功是頒倒了鄭乳芬 那麼這一回國民黨是推出鄭乳芬的女兒 謝伊鳳來出馬PK 為此民進黨主席卓榮泰 還有前行政院長賴清德 兩人首場彰化合體 特別是聯手要替洪宗毅來拉抬選旗 要讓第一名立委繼續連戰 前行政院長賴清德 民進黨主席卓榮泰 首場彰化合體 就獻給拼連任的現任立委洪宗毅 來到蔡英文洪宗毅連任後援會現場 賴清德高喊立委評鑑 洪宗毅總是得冠軍 明年選戰就讓第一名的繼續當下去 我們大家選他去立法 他打拚 一百十三位大家比高 他拿第一名 頂位是我們拿到第一名的不是 不要再去找吉他 民進黨主席卓榮泰也獻上包子粽子要讓 洪宗毅包重 而彰化第三選區四年前洪宗毅成功擠下 藍營立委鄭汝芬 中斷政治世家謝家掌握的立委席次 這回國民黨推鄭汝芬女兒謝依奉出馬 也是彰化議長謝典玲的親戒要跟民進黨洪宗毅再PK 即使面對一個這樣一個傳統的政治家族 王宗毅委員一步一步一個人一個人一雙手一雙手的握 我覺得人民還是會給一個清新政治一個最好的機會 媽媽也當立委弟弟又當議長 現在又想要選立委幾乎壟斷所有的這個政治職位 那是不是連國民黨都沒有人才嗎 喊出反轉地方勢力 洪宗毅也反問國民黨黨內沒人才了嗎 拼總統選戰也拼國會過半 賴清德卓榮泰聯手正台 彰化立委珍一席 洪宗毅不能缺席 這次劉建宜可吉高SNG小組傳統報道 Yes I'll just make you 只有我